内蒙古的这一段是哪一个位置呢 一横的位置 所以呢 这边的水流特别特别的平缓 水流河面呢 也不是特别的宽 那因为呢这边我们走的是高速公路 我们呢没办法给大家停车 只能让大家呢在这个车上看一看 那我们说呢 黄河呢我们上午去的这个 西安门草原翻成汉语叫做黄河 对吧上午跟大家说过 这个河呢翻成汉语 我们说蒙古语呢叫做哈囤高乐 呼仁和 那为什么叫做呼仁和呢 和一个人有关系 谁呢成吉思汗 那过了黄河大桥之后呢 我们到达的呢就是厄尔多斯市境内 就属于厄尔多斯市了 晚上我们住在厄尔多斯市的达拉特齐 那我们说呢 内蒙古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好多这个齐 这个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说呢 这个齐呢相当于大家所在城市的县 是一个级别的 那这个齐呢 那我们那时候啊 清朝时期 清朝政府为了好统治我们蒙古族呢 把蒙古族封为蒙巴齐 他们本身是有青巴齐 满巴齐对吧 那他呢把蒙古族也分为蒙巴齐 因此呢 各个地方呢就会有齐这些称号 也准备到现在 那现在有用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厄尔多斯市的达拉特齐 那相当于大家各位所在城市的这个县 那我们说呢 呃在这个地方啊 乡呢和各位在家乡那边也不一样 乡呢我们这边叫什么呢 叫做苏木 苏式的苏木头的木 啊那我们这边村子的呢 也不叫做村 叫什么呢 叫做嘎茶 啊那这是跟各位可能家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说呢 来到这边以后 过了黄河大桥呢 我们就到了厄尔多斯市境内 那为什么叫做夫人和呢 跟一个人有关 成吉思汗啊 那当时呢 传说他第三次西征的时候 打到了西夏国国主啊 这个门口 那西夏国当时呢 有个特别漂亮的公主啊 传说呢 根据用任何一种语言 都不能形容这个公主的美丽 那成吉思汗已经打到城门下了 那这个国主李安全就想了 如果成吉思汗把我 再继续打 我的这个国家就没有了 啊那这个时候 他的部下给他 给他啊 提这个意见 就说什么呢 说你可以把你的女儿嫁给他 这样你成了他的老丈人之后 啊那他呢 肯定就不会打你了 啊那李安全呢 跟成吉思汗派人去求和 然后呢说 我把女儿嫁给你 不要再打我了 啊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了 这个李安全呢 确实打了个好牌 但是我们说呢 他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成吉思汗之后 我们说呢 成吉思汗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军事家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他呢 不会因为啊 就娶了个媳妇 就把自己戏政路停啊 那我们说呢 娶了媳妇之后 没过多长时间啊 把西夏国灭掉了 啊灭掉之后呢 我们说 当时呢 这个公主呢 非常伤心啊 我本人为了我的国家 他嫁给了你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还要这个 你还要说是这个 把我的国家灭掉 那他有一天呢 我们说那个时候啊 蒙古族洗澡的时候 没有什么淋浴 没有什么浴池 那去哪里呢 就在黄河边上洗澡 那有一天 他在黄河边洗澡的时候呢 他就想到 自己灭亡的国家 死去的亲人 啊很伤心 于是呢 他一头沉入黄河里下 再有没有出来 那呃 这个士兵们很着急啊 我们的夫人去 这个河里面洗澡呢 结果一下没出来 啊 那之后呢 大家就在阿里边喊啊 喊哈屯 哈屯意思是 你在这个河里面 赶快出来啊 但是我们说呢 一个人想要死的话 对吧 谁也拦不住啊 那他呢 一头沉入黄河里面 再有没有出来 那陈提思涵呢 听出这个 这件事情呢 非常非常伤心 那他呢 派他的这个部下 把黄河两岸的土 全部填在这个黄河里面 那我们说 黄河的河面有多宽 对吧 河水有很深 而且呢 水热会比较急 这个事情就不知道 被冲到哪个地方去了 因此呢 这个事情始终没有被找到 那后来呢 承基斯涵呢 为了信念 他的这位湘公主 于是呢 他把我们的母亲和黄河 叫做哈屯高乐 夫人河 啊 那这是夫人河 我们啊 过了黄河大潮之后 我们现在所在境内 沃尔多斯市 沃尔多斯 同样是个文古语 翻成哈语 众多的公帐 啊 众多的公帐 那为什么叫做众多的公帐呢 同样 还和这个人有关 承基斯涵 啊 他当时在西征的路上呢 我们说 承基斯涵这一生呀 非常传奇 啊 明天下午 我们明天晚上住的这个蒙古包 就在承基斯涵林的这个位置 啊 埋葬他 就供奉他这个 呃 遗物的地方 啊 非常非常神圣的地方 其实大家如果再早几天来就好了 今天呢 是承基斯涵林 春季大典 非常非常圣诞 但是没办法 赶不上了 我去年就想赶一回 没赶上 今年想赶一回 还没赶上 巧妙的地骨 那我们说呢 承基斯涵这个人呢 非常非常伟大 啊 他在蒙古族人心中呢 相当于毛主席 在我们汉人心中的一个形象 那一般 啊 蒙古族在这个春季大典的时候 都要来到承基斯涵林这边 祭拜承基斯涵 而且呢 非常隆重的祭拜 从门口 啊 一直跪拜到我们上面的八白市 啊 大概的距离呢 差不多有两公里 啊 九十九街台阶 就不说了 对吧 好长好长的距离 要一直跪着走进去 啊 特别的前程 包括现在万蒙古国的人 到这一天 就在今天这一天的时候 他们要提前来好几天 要准备祭祀大典 啊 非常非常的神圣 而且呢 承基斯涵林这个地方 我们说呢 当时承基斯涵 进行第三次西征的时候 他呢 路过俄尔多斯 承基斯涵本人呢 也是去世在第三次西征的路上 那明天下午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 承基斯涵传奇的一生 对吧 啊 那我们说呢 承基斯涵第三次西征 打到俄尔多斯的时候 啊 路过俄尔多斯的时候 就他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高龄了 在蒙古族人来说 能活到六十多岁啊 算是高龄了 那他呢 骑在马上 被这个警厕所迷倒 但是我们说 他犯了一个蒙古族最大的一个机会 什么样的机会呢 把这个马鞭子掉在了地上 我们说 蒙古族最忌讳的两件事 把马鞭子 或者说我们随身携带这个马刀 掉在地上 是最不吉利的事情 意味着一个人将陨落 啊 那承基斯涵不小心把这个马鞭掉在地上之后 他的师从们很着急啊 一看大汗 把马鞭掉地上了 对吧 马上要去捡 这个时候承基斯还说了一句话 说不要捡 就让他埋在这个地方 我死了之后 就把我埋在这儿 啊 那他赞扬 鄂尔多斯当时这个地方的美丽呢 说呢 这个地方啊 梅花路而栖息之所 白发 梅花路而栖息之所 待圣鸟儿欲出之乡 衰落王朝振兴之地 白发老翁养乐之邦 所以呢 要求在他死后 把他葬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说 他去世之后 是不是真的葬在这个地方呢 谁也不知道 蒙古族 蒙古贵族采用的密葬 包括 成吉斯汗 他当时去世的时候 也是产生一个 他也是一个密葬 啊 那这个密葬当时什么样呢 成吉斯汗去世的时候 啊 剩下六月份 他去世的时候 根据他的遗言 大将们呢 啊 我们说成吉斯汗去世的时候 发了三道密纸 第一道密纸 密不发丧 啊 因为他的敌人太多 如果发出他死去的这个消息的话 啊 那他的这些敌人肯定第一时间要来攻打他 啊 给他的儿子 非常造成不利 那第二道密纸 他的第三个儿子窝扩台 继承他的海味 啊 第三道密纸 连送灭迹 那我们说 他的大将们 根据他的密纸 密不发丧呢 采用密葬的一个形式 那 选好地方之后 挖好了坑 把大汗一体放进去 然后呢 把大汗的随葬品放进去 之后呢 我们说呢 把成吉斯汗的千军万马拉过来 把这个地方踏平 嗯 踏平 那踏平了之后呢 我们说呢 踏平了之后 今年肯定不会长出草来 这个地方还是空白阿图 明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草会长出来 那这个时候 谁也不会找到 大汗具体埋葬的位置 但是我们说 毕竟它是一国之主 啊 人们要来祭奠它 怎么办呢 啊 他的大将们 想了一个办法 牵过来一头母骆驼 牵过来一头小骆驼 那当这母骆驼的面呢 把这小骆驼杀掉 啊 那母骆驼 就会一直记得 小骆驼被杀掉的地方 啊 那第二年的时候 春天 啊 我们说成吉斯汗祭奠的 一般是春秋两大祭 啊 今天的 今天呢 是 他今天的春秋 啊 那我们说呢 成吉斯汗 啊 他当时去世的时候 对吧 我们说呢 啊 那他的大将们 第二年想要再祭奠 他的时候怎么办呢 啊 那 让这个母骆驼 在前面带路 啊 那当人们看到 母骆驼 跪在地上 开始哀鸣的时候 人们知道 啊 这个地方 就是成吉斯汗 埋葬的地方 啊 但是呢 根据传说 我们说 现在来说 成吉斯汗林 到现在都没有被找到 我们啊 说 如果要是说明天 我们去到这个 想要去看看成吉斯汗林的话 进去后说 哎 没有他的遗体 什么都没有 对吧 那蒙古族 我们说呢 他进行的是这个 精神的祭祀啊 不是肉体的祭祀啊 所以说呢 我们说呢 当时成大汗去世之后 啊 我们说有三种说法 成吉斯汗 到这个人 铁木针 他到底葬在什么样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最可能的 因为他当时去世的时候 是夏天六月份 天气特别热 有可能就地埋葬 现在青海的六环山一带 啊 因为天气特别热嘛 如果要是运回他的老家 现在在外蒙古国的 乌兰巴托一带的话 这个尸体肯定会高度腐烂 啊 可能运到那边 那第二个 啊 根据传说 我们说呢 成吉斯汗生前的时候 路过过沃尔多斯 啊 跟他大将说 要把我埋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成吉斯汗林 要放在这个地方呢 也跟大汗当时生前呢 有这么一句话有关系 那后来呢 我们说 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呢 嗯 他会把这个成吉斯汗 葬在这边呢 当时有一个传说 说是运送林车的人呢 啊 运送成吉斯汗的这个遗体 啊 准备回外蒙古国的时候 那路过沃尔多斯这个地方 啊 这个林车呢 突然陷在泥里面 推也推不动 拉也拉不动 啊 那这个时候 他大将们想起来 大汗生前有一句话 我死之后 把我葬在这个地方 那因此呢 我说呢 啊 这是成吉斯汗第二个 可能埋葬的地方 那我们说 成吉斯汗可能埋葬的第三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就是现在 外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一带 也就是他的出生地 啊 那这边的话呢 为什么说这个 这是最可能的 我们说成吉斯汗的一生呀 他这个人用人不依 一人不用 那他遭遇过他朋友的背叛 遭遇过他亲人的背叛 但是唯一 他的各个大将没有背叛他的 而且呢 在这个大汗生前的时候呢 他的大将们都发下重视 啊 生不离大汗一步 死不离大汗一步 啊 那因此呢 我们说 他的大将们去世之后 相继呢 都埋葬在了我们现在的 外蒙古国乌兰巴托一带 所以说呢 人们说 其实说最可能的地方啊 就是说 现在外蒙古国这一带 啊 应该是在外蒙古国这一带 但是我们说 蒙古时呢 不希望自己祖先的灵物会找到啊 所以因此到现在 都是一个谜 我们说包括元朝十几位皇帝啊 他的灵物都没没找到 都是一个谜啊 那这是我们说 这个地方 地名啊 叫做啊 厄尔多斯 中路的公帐 那明天 我们要去到 住到的这个地方呢 叫做厄尔多斯市的 伊金霍洛旗 那伊金霍洛什么意思呢 圣主的灵源啊 就是因为 成吉斯汗林 就在那个位置 那我们说 鲁尔多斯这个地方啊 其实原来景色特别美 但是大家现在看看 窗外两边 一点也不美 对不对啊 不是严谨地 就是这个什么都不长的地啊 那为什么呢 我们说 鲁尔多斯这个地方 发展起来 包括啊 它很有名 我们二十八二十九号的时候 我们要去到康巴士新区啊 这个地方可能各位都有在新闻上听说过 是吧 那几年新闻上总是在部 鲁尔多斯康巴士啊 这些地方 那为什么鲁尔多斯会这么有名呢 四个原因 啊 也就是当时 也就是这四个字 代表了鲁尔多斯这个地方 哪四个字呢 羊眉土气 啊 羊 什么呢 羊绒 那我们今天吃的羊 啊 是属于绵羊 毛是卷卷的 那这个地方 养的羊 是直的 啊 铲绒 不铲肉 啊 其实呢 养这个羊 为了什么呢 为了它身上的羊绒 那我们说 那几年 鲁尔多斯 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品牌 鲁尔多斯羊绒山 应该都有听过啊 当时打的广告语 很很很厉害啊 鲁尔多斯羊绒山 温暖群世界 那这边的话 我们说呢 当时这个羊绒啊 质量特别高 现在也是 鲁尔多斯品牌羊绒山 有个品牌1936 并不是说 1936年开创的 它是啊 它的长度 和它的直径 19和36 加起来 1936 那用这个密度 织出来的 这个羊绒山 大概一件 几千块 四五千块钱 好一点的话 上万块 啊 价格很贵 为什么呢 我们说 大概就像 我这种身材啊 一个羊绒山 可能要 几头羊 一年的产量 才能够织成一件羊绒山 啊 所以说的羊绒山 价格特别贵 但是这边羊绒制品的话 呃 价格也还好 现在 呃 养羊的人 数量也比较多嘛 但是呢 我们说呢 这个山羊和绵羊 最大的区别呀 绵羊呢 它吃草 地面以上的部分 啊 吃完了 这个草 就没事了 走了去下一个地方了 但是这个山羊不一样 这个山羊吃什么呢 它是地面以下 不光是地面以上草的部分 它还要把这个草根挖出来吃掉 啊 所以呢 对生态环境破坏特别大 一开始政府特别鼓励养山羊呢 因为什么 羊绒上去了 羊绒产量上去了 自己的经济也带动一部分 但是后来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啊 经济破坏太厉害 那怎么办呢 然后政府开始限制养羊的数量 而且呢 不允许说随便也在这个地方放羊啊 放在家里面 圈里面去养 啊 开始圈养 那现在呢 产羊绒的数量 当然 鄂尔多斯这个地方啊 产羊绒的数量在世界上还是占前几倍的 啊 如果各位想带几件这个鄂尔多斯皮 排的羊绒山回去 啊 也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大家呢 这两 就是说现在视频上啊 有卖 鄂尔多斯 啊 羊绒山 有好几种牌字 啊 都写的是鄂尔多斯羊绒山 有200块钱一件的 有300块钱一件 大家觉得可能不 不可能 其实都是什么羊毛 啊 穿在身上会扎 羊绒呢 它是本身就是最贴近羊皮肤的一层 很细很细的一个绒毛啊 家里面应该有养小狗的 或者有养小猫的应该知道 在秋天的时候 它会换上一层 就是说比较细的那个毛啊 其实那个羊绒就跟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保暖性特别好啊 穿在身上特别特别的舒服 那这是我们说 带动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一个羊绒啊 那煤呢 其实这个煤呀 说好也好 说坏也坏 为什么呢 这个煤带动了鄂尔多斯市的整体发展 但是啊 富了一部分人 也穷了一部分人 为什么呢 我们说呢 当时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盛产煤 对吧 在全国占前几位的 那如果这块地 我们家正好门前有一块地 干什么都不涨 种菜菜不涨 种草草不涨 种什么都不涨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家里人准备放弃它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大批人 扛着各种仪器 看测完了之后说 你家里下面有煤矿 把你家户口本拿出来 把家里人的户口本拿出来 然后之后呢 每个人可能分到几十万 或者甚至更多 就看这个下面的煤炭有多少 那这些人拿到这个钱之后呢 有些人对吧 知道做点小生意 一点点发展起来 那有些人呢 第一件事有了钱之后干嘛呢 买房子 在现在的东盛区 位置最好的地方 去买上一套房子 买完房子该买啥了 买车 买车 买好车 基本上 我们说那几年 鄂尔多斯人 最基本上开的车 老斯莱斯 宾利 保时捷 这些车在鄂尔多斯 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一些国产车 在那个地方 相当于 特别特别次的车了 人们都不喜欢开 我们说奔驰奥迪 这些人都不喜欢开 就喜欢开一些 比较土豪的车 像这个 雷萨斯 这些车 特别特别的多 那我们说呢 那个时候 鄂尔多斯街上 原来有一条街 有一个门店 它是卖拖拉机的 结果他们家改上拆迁 知道后来卖什么车吗 卖宾利 把拖拉机 直接变成了宾利的4S店 这是真的 是真的 确实是 因为可能一拆迁的话 每家每户 可能得到几百万 甚至更多 那所以我们说呢 其实为什么是这个东西 富了一批人 也穷了一部分人呢 花完钱 买完好车 买完好房之后 自己本身就是个农民 来到市区里面 能干什么呀 对不对 还想着回去种地吧 地已经被人家占了 再想干别的 出去打工的话 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想要经商的话 钱已经不多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开着自己的好车 那会儿最次 怎么也开个凯美瑞 开个几十万车 去工地上面 一天二百块钱 三百块钱去中公司 有这样的人存在 到最后没钱了 实在挣不回来了 怎么办 卖车卖房 又重新变回了穷人 最后呢 其实连自己手里的 那点地都没了 所以说这个煤炭 富了一部分人 也穷了一部分人 当然还有些人干嘛 搞民间借贷 拿这个钱之后 三分利五分利 借给你 比如说借给姐姐你 我借给你多少多少钱 按三分利算 按五分利算 今年年底的时候 你借给我 但是我们说一般 借民间借贷都生人 房地产 搞房地产 那几年在 鄂尔多斯这个地方 只要你有钱 政府就会批给你弟 随便去盖楼房 所以那个时候 开发商 一大片 那我们说本身 他的资产 可能从银行贷款 拿到几十个 几十个亿 或者说几个亿 或者几千万 去盖这个楼房 他的价格是远远不够的 还差钱 这个时候怎么办 搞民间借贷 去民间 找现在这些村里面 拆迁的有钱人 借钱 对吧 每家每户 借给我多少钱 我每个月 按利息借 把利息借给你 但是我们说 他的资金链 一旦断裂的话 这个钱 根本就还不上来 别说 现在这个钱 还不上来 资金链整个一段列 银行贷款 根本就还不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说 洛尔多斯人 人均 好几套房 基本上人均 两三套房 所以呢 洛尔多斯市 东盛区 对吧 洛尔多斯市 这个地方的房地产 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 那房地产 这个老板 开发商 把这个房卖不出去 自己投进去的钱 回不来 又逼债的 每天屁股 后边一大堆 怎么办呢 公司宣告破产 钱还不够还 每天还有人追着他要 自己家里面的财产 反正不知道是卖了 还是转移了 反正就是没钱 那最后被逼的 没办法怎么办呢 开车去装政府大楼 装政府大楼 后果什么 捐监狱里边 反省去吧 那正好 他可以躲